看看新闻榜 在上周末呢 娱乐圈里又一对明星夫妻是劳艳纷飞了 主角之一呢 高晓松 那前几年呢 各大媒体还常常拿他的交期做文章 而现在 曾经的人生赢家却显得有些落寞了 昨天6月29号是什么日子呢 王峰同学的43岁生日 可大家还记得娱乐圈有个阻止王峰上头条的组织吗 于是 赶早一天 高晓松出手了 宣布离婚 即使王峰一天两次在微博叽叽歪歪向张子怡表白 一会儿爱你 一会儿想你 也没人关心了 所有的焦点都汇集到 那桩一年前就已经发生的离婚案上 是的 高晓松在离婚声明中说 去年6月和徐灿金结束婚姻关系 到了今天 高晓松的婚姻眼看要变成奇人奇案 在网络引发各种讨论 哪怕是今天王峰又在微博上骂了一句 头条是狗屁 也拽不回丁点回头绿 高晓松第一次的婚姻是在1999年 某个夏天的晚上 驾着自己的车在街上闲逛了高晓松 在北京外金茂大学的门口 对一个姑娘一见钟情 第二天就相恋了 第三天就求婚 这一段婚姻维持了三年 后来他和歌手阿朵传过恋情 高晓松为阿朵写过歌 随后两人相恋的消息随即传开 甚至一度也有结婚的消息爆出 虽然两人一向以否定来回应 但据说圈内的人一直确认 这段感情的真实存在 不过两人最终也没能修成正果 说起来高晓松的情史绝对是丰富独彩的 他回忆自己年轻时 乐队里第一个正经音响的来源 说那时的女孩都以养男生为荣 大概走过那样的年代和激情岁月 追求感觉就成了撕不掉的标签 我们的第一个正经的印象 就是我们集在手女朋友 全宿舍六个女生捐的 全宿舍六个女生捐了一个月生费 那时候生费都六十一个月 就六个女生捐出四百块钱 就一个月不吃饭 那时候女孩怎么想的 那时候女孩以养男生为荣 其实女孩在那段时间 特别喜欢那种甩饭的男孩 而且他们特别以说 我这饭片都给你了 或者生活费都给你了 压岁钱带到学校来说 我想了一下 这压岁钱怎么花我最快乐呢 就是你花我最快乐 哇 然后就 现在的女孩可不是了 对啊 我们那时候女孩 别说被男人养 我们书上有一个女生 找男朋友车 他就觉得丢人丢到什么程度 他必须得让男朋友 把每次开车送回去 在五道口下车 从五道口做三七五 坐一站坐到情换员 就那个女孩觉得 去找个什么有钱的 有车的 外面的就丢死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最幸福的一代人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吧 女孩喜欢同龄人 那我们正好又年轻 对 但我们老了 女孩喜欢老的了 所以高晓宗的第二段婚姻 就取到了小他19岁的徐散金 当年高晓宗作为评委 在深圳参加一个选美活动 而徐散金正式作为选手来参赛 徐散金在比赛中的表现 引起了高晓宗的关注 用高晓宗的话讲 他的眼睛 脸型 长发 符合一切我对美女的标准 就这样 两人在大赛上相识 那一年高晓宗36岁 徐散金17岁 对此 他自有一套自己的造妻理论 他跟我一起的时候 还得年轻 甚至还没进入社会 他的基本世界观 都是我塑造的 相比之下 找一个年龄比较大的 被周围圈子的人 塑造出来后 你再去改的妻子 后者多累人呀 而且更容易产生分歧 我老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甚至听什么音乐 看什么电影 都是受我影响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想法 都很一致 我觉得这样很幸福 他还用 娶对了婆 来概括这一段婚姻 甚至表示 老天爷对自己 好的像是弄错了 我觉得老天爷对我过于好 有可能是弄错了 就是 你像我 投对了胎 上对了学 我一路读 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 然后 入对了行 我干的都是我最爱干的事 就没人给我钱 我也写字 我也弹琴 有个摄影机 我也会去拍 所以居然还能 后来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 你从小教我的琴琴书画 居然都被我换成钱了 我爱的事情都能当饭碗 除了谈恋爱以外 你老公更好 连谈恋爱都当饭碗了 然后 所以你看 投对了胎 上对了学 入对了行 娶对了婆 还生对了娃 你说这还怎么弄啊 是啊 弄错了吧 几年前还是一切圆满 几年后就真的弄错了 前妻许散 近在长微博中写道 一年前的四月 小松回到家 坐下来 平静地对我说 他想结束 这段婚姻 理由是 和我在一起生活 他感到不快乐 他想要更多的自由 和创作空间 在家里还是一个 一个弱势群体吧 所以我家一要排 我排最后一名 最重要的是我女儿 然后是我老婆 自称弱势群体的高小松 其实有过一段 引发巨大争议的恋情 她的女朋友 很有才华的 青年歌手 君子 因为她的离开 而选择自杀 君子的母亲 在一份叫做 音乐生活报的刊物上 发出公开信 谴责高小松 是个感情骗子 白眼狼 十多年前的感情纠葛 现在也难判断是非 唯一可以看到变化是 高小松成熟了 去年四月就提出离婚 可六一儿童节 还在微博上晒出一家人 一起带女儿出去玩的照片 六月三十号 甚至还发微博说 陪老婆孩子 众女卷家中嬉戏 不予乐乎 八月再发 童游通经迪士尼的照片 此后关于家庭的内容 才逐渐消停 今年五月 高小松抛出一系列 自己独自度假的照片 并说 二十年江湖臣服 学会了独处 扶其弄歌 听风夜读 与信天文为伍 悔不当初 悔不当初四个字 实在耐人寻味 是不是突然领悟到 独处的好处呢 是不是后悔 这些年的风光雪月 蹉跎岁月呢 可爱的女儿抚养权归前妻 好不相争 是不是要给自己 留下百分百的自由呢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次漂亮的分手 不但没有像十多年前 那样闹出人命 前妻还是借着离婚生命中 时尚设计师这个定语 一举打响新身份 甚至引来26岁离婚 美貌还在 事业还在 堪称人生赢家的赞叹 这样的开始和结束 必然会带来彼此所期望的 更好的人生